这总算是熬到童童高考了 我知道 我最好的日子就要到 照顾好自己啊 也别太累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行 你忙吧 我先送琳琳回家了 行 快忙你的 走了啊 走了 阿姨再见 再见 琳琳 走了啊 我看还就是这一些吧 童童现在是大人 你能穿着西装吗 你说呢 你的眼睛真的很好 这件衣服啊 正式场合可以穿 平常穿也不呆吧 我这几天晚上啊 我老想着 童童拿着书 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样子 我相信童童在大学里面 那也是好眼 他可以穿着这件衣服 取零奖学金啊 好体面 老张 你慢慢做啊 不着急 我想等童童上大学之前 再送给他 就算是 我们两个送给他的礼物好了 你就再多想一点 闹兮做出啊 我这点也是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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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阿姨好啊 行 拜拜 那下午见啊 下午见 拜拜 还行呢 反正小兵有一道题没做出来 我做出来了 真的 走 抓紧时间吃了 吃完了 咱休息过来 来 妈 您吃饭了吗 妈还能饿着 早就吃过了 哇 还有鸡腿呢 快 吃吧 妈 您也咬一口 妈不饿 您不饿您也咬一口 太厉害了 妈 好 快吃吧 喝不下了 喝不下了 行 那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来 他妈做什么 您也睡会儿吧 妈不睡 妈帮你看点时间 快 来 还好 妈 真好 快吃吧 膠上小时候 你倒要去浇油一样 是 真好 快睡一下啊 我好 快睡吧 她们好 那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代表总公司向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秦总 上个月他击败了我们的老对手东州公司 并顺利地签下了上河市十强企业非讯集团 他提高了我们的市场占有额 更提升了我们地平线保险公司的品牌知名度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对我们的业务总监秦厨厨同志表示感谢 我找你的业务总监秦厨厨厨 你要干什么 一点私事 能不能借也不说话 我方不是在那边 我告诉你 他几百万的保险设议是怎么得来的 赔谁赔来的 你几百万的保险设议怎么得来的 是不是赔税得来的 你说 领域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阎璐 我跟领域之间真的没什么 还没有什么 那房子是不是领域套想给你买的 你那车是不是领域送你的 你的天赋是不是以为你偷人跟你离婚的 我不管你心不心不 我跟领域之间 没做出出格的事 大火 杨璐 我管你心不心 我跟领域真的只是老同学什么都没有 你看他那个镯子 我在珠宝店见过 大火车至少也二十五六万 是领域买给他 他哪有钱买这个桌子 杨璐 你连借物都有的 咱们把杨璐给摘上 这个桌子给摘下来 杨璐 你别这样了 杨璐 你给我摘了 我摘下杨璐 杨璐 你给我摘了 我摘下杨璐 杨璐 你给我摘下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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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摘下杨璐 杨璐 秦总的业务真的是陪人睡觉带来的吗 我就不相信秦总是那样的人 思雨 何经理 你回来就好了 怎么了 这什么事了 有两个女人找秦总麻烦呢 在哪儿呢 在她办公室 你别乱来啊 我跟你们说 我已经报警了 你要谁要你再敢多谈一下的话 我马上路上来做证据 秦哥仇 我告诉你 林雨离开我们杨氏 什么都不是 她在我们杨氏就是一大公仔 你们现在这对乱戏我都知道了 你别想坐到身上拿到一分钱 你的底细我也摸清楚了 你跟你婆婆过 你儿子在金陵世界小学上学 你和你嫂子 他们开了一个小破店 养着你的七老八十的老娘 我都知道 陈君 你想干什么你 我不想干什么 秦楚楚我警告你 你要是想再勾引林雨 我就把你这些破型告诉你所有天天 让你妈知道 她养了一个多么不要脸的女儿 让你儿子知道 她妈是一个多么不要脸的奸货 我们走 走 楚楚你没事吧 有血了 这个女儿怎么这么狠了她 我去拿药箱 你等我一下啊 这笔财产转移得非常的巧妙 这账目上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应该是赵凯所做的 是啊 林总 你太相信他们父子了 咱们也别太为难他们了 是我太低估老爷子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 对赵叔私自变更公司法人提起上诉 但目前问题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留在他们手上呢 你目前还没有联系到赵叔父子 看来他们 看来他们 早就被老爷子牢牢给逃住了 那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我劝你还是放弃上诉的念头吧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吗 林总 是您成就了杨氏的今天 而且您还是杨璐小姐的丈夫 相信老爷子应该不会为难你吧 哎呀 我这一上午了走了多少地方呀 累死我了 鬼头都散架了 你放心啊 一切风平浪静的 你婆婆和不气都没有受到干扰 我妈家呢 没事 一切照常 我婆婆没察觉什么吧 应该没有 我就跟她说 我知道你出差了 所以顺路过来看看不气 她没说什么 这两天不气就要考试了 我都不能陪在她身边 别想那么多了啊 先吃饭了 把身体养好了 来 山君 总是你在帮我 你看你店里那么忙 你还为我的事奔来批去的 谢谢你啊 行了啊 咱俩还有必要说这些客套话吗 快吃吧 嗯 钢琳 瞧 这个女人也太狠了点吧 真不能就这么酸 他们家有钱有势 咱们能把人家怎么样 更何况 我也有对不住她的地方 你怎么对不住她 Lean 咱们能把人家怎么样 好不好 再说了 你跟林雨又没有什么呀 陈俊 你真的相信 我跟林雨之间 什么都没有吗 我信啊 你说什么我都信 那天她问我 她说那房子 是不是林雨给我买的 车子是不是林雨给我买的 那几百万的保单 是不是林雨介绍给我的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有沉默 谁不相信我呢 我妈会信吗 我婆婆会信吗 那些亲戚朋友 公司的同事 他们会信吗 楚楚 其实你想这些都没有用 你该想想 你以后怎么办 王美人今天打电话来了 好多公司都退保了 真不知道那个女人 还会做些什么 那林雨给你打电话了吗 她这个人怎么这个德行啊 平时信誓旦旦的 你一出点事 她怎么成了缩头无归了 她不会是 舍不得那个疯老婆的家产吧 很厉害羞 在的时候 我我都没有人家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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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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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爸爸没有离开我和我妈妈 他只是出去工作了 去花花挣钱了 姑亲 你妈妈没有告诉你吗 我妈妈没有告诉我什么 她没有告诉你 她跟你爸爸离婚的事啊 姑亲 你别难过 阿姨以为你知道呢 阿姨以为你妈妈告诉过你呢 姑亲 接着吃饭 妈妈 我气不见了 什么 我在学校往那儿等了 等我半天也没见得出来 进去找老师说早就放学了 我以为她自己回家了 结果 家里楼底下都没见她的影子 我要找到她的班主任 阿姨给她的徒业打电话 等我说放心后 她也没有见到她 你别着急啊 我这就过去 我还留在家里 阿姨一会儿带你去郊外散散心呢 阿姨 咱们回家吧 不然奶奶又要担心了 你现在这样子回去 奶奶不是更担心吗 你放心 阿姨一会儿给奶奶打电话 姑亲 你在数星星吗 阿姨 我们课本里说星空是永恒的 我爸爸说 最好的绘画作品也是永恒的 所以我每天都在画爸爸妈妈还有我 希望画一幅最好的全家福 我也以为这样 我们一家三口 就不会分开了 阿姨 你说我爸爸妈妈 为什么要离婚呢 也许 他们中间有一个 做错了什么吧 做错的事情可以改啊 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 有些人做错的事情是不能被原谅的 阿姨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不气吗 为什么呀 因为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 说好要一辈子不离不弃 可是他们还是分开了 阿姨 你说这世上 真的有永恒的东西吗 也许真的没有吧 爱也许不弃 爱也许不弃 初初 咱报警啊 不要 为什么 是吗 我知道谁把白不弃带走的 一定是杨璐 一定是她 我知道那个女人的脾气 如果我们报警 我怕她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 我现在 只有找到凌宇才能找到杨璐 不管杨璐她打我骂我 只要她解气就好 千万别伤害我的孩子 初初 你先冷静冷静 咱们这样 咱们挨个给那些 跟凌宇有关系的客户打电话 总有一个人知道那个女人住哪儿吧 虽然她把不弃带回去的可能性不大 可是咱们也试一试 产杰 我该怎么办 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从一开始 我就不该接受令你的这份感情 自从白连洞离开我之后 自从白连洞离开我之后 我真的好怕 我怕一个人面对未来 我怕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事情 我以为有了她 我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可是我错了 她现在连手机都不敢开 她一定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杨洛那个女人太可怕了 感觉 是我贪慕虚荣 是我贪图享受 是我害了我的孩子 喂 冯总吗 杉军哪 你知不知道灵雨在哪儿 我也正找她呢 什么事 灵雨吗 我不认识这个号码 秦楚楚吗 杨洛世吗 白布记在你那儿吧 我们见个面吧 杨洛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别伤害我的孩子 杨洛我求求你 白布记在我这儿 我们见个面吧 白布记在哪儿 白布记在哪儿 你自己看吧 怎么样 很痛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只是个孩子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让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人 我也要让你尝尝这种滋味 我不会理他 你还我的孩子 还我的孩子 还我的孩子 我一天没有理他 你这个怀里人 你还我的孩子 还我的孩子 妈妈 儿子 别说 别说 我 你还小 大人感情的事你不懂 以后妈妈会慢慢解释给你听好吗 你少拿感情硕士 林雨要是没钱 你能跟她 你敢当着你儿子的面说 你爱的是林雨 而不是不气的爸爸 妈妈 你还爱爸爸吗 爱 妈妈当然爱爸爸 不气 你妈妈就是一个贪图富贵 爱慕虚荣的女人 她不值得你爸爸爱 也不值得你爱 她是你一辈子的耻辱 杨龙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肯放过我们 不要你怎么做 你很清楚 我要你消失 在林雨面前彻底消失 我明天就离开上河 如果我发现 你跟林雨还有一点联系 哪怕一条短信 知道我会怎么做 他不嘞 没什么 好 我 你要不要 好 我 你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算是回来 妈 对不起 我让你担心了 快起来 快起来 妈 对不起 妈 对不起 我祈祷平安回来就好 妈 对不起 妈 其实 不想说就不说 不说 可是 我跟连渡已经离婚的事 您知道的是吗 我跟连渡的事 你也知道 楚楚 妈能理解 王 玲玲还没离婚呢 还不是一个人 就因为这事是我喊了母亲 楚楚 别说了 是我们老白家 对不起你 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 她的脾气死硬死硬的 太要强 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呢 是她太自私 是她 你好好珍惜你 珍惜这个家呀 妈 楚楚 你没错 一个立了婚的女人 还带着个孩子 就该给自己找个依靠 宁嫂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也是看在眼里的 我不知道那个女人 跟白不妻说了什么 但是这个孩子心里面 已经有了不快乐 已经有一个打不开的结 妈 你听我说啊 明天咱们带着白不妻 回乡下的老屋去住一段时间 好不好 明天就走 你别问为什么咱们回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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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听你的 妈听你的 妈 我恨 不怕 不怕 妈 这几天在外边跑 累了吧 回一天无力 已成定局了 不是吗 不动声色 全面计划 问扎问他 你不愧是我看重的人 要不是我偶然 发觉 赵凯的问题 深层摸瓜 知道了你的计划 我们杨氏很可能今天就要面对一场恶战 我输在我自己身上 是我太大意了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认赌服输 我认的 丁宇啊 我一直看得起你 一直信任你 我把我们杨氏区业一切都交给你 我最宝贵的女儿我也给了你 你应该知道 这里一切迟早是会你的 你怎么会想到要背叛我们杨氏 辜负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信任 信任 没有我会有今天的杨氏吗 我从来不敢拘公子啊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杨氏占为己有 我只是想带领着杨氏大展拳脚 施展我的理念我的报复 这我就足够了 我满心自问 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做好一个领导者 一个好的丈夫 可是我得到了什么 在这个我付出心血 付出青春的地方 世事有人监控 处处有人监管 而在家里呢 或者都是猜忌 怀疑 不管谁对谁错 都是要我出来认错 你累了 我也够了 这么多年来 我已经筋疲力竭 我不肯定当我的人生是这么度过 是这么度过 杨董 您真的信任过我吗 人呐 总有一阵事情 会认为自己受高 活不去 但这样想法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了 多活几年你就会发觉 原来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事情挺不过去的 你算一下 不会满意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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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雨呀 路路到今天 还先一心一意地挨着你 只要你肯回去 你所说的一切 可以既往不咎 任何事情可以有的商量 怎么样 发生过的事情 要我当作没发生 再回家 过以前的日子 我老了 记忆不灵 不过有时候 凡事太清楚 不一定是好事 越是糊涂 可能才真是聪明 人总得祸下去了吗 不是吗 是 人是可以选择 继续糊涂祸下去 但是一旦 你发生一个新的活法 你发生一个新的感情 你怎么可能会再走回头路 就是为了外面那个女人吗 真语啊 当你是林总的时候 你要哪个女人 就能得到哪个女人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真的认为 你真的认为那个女人 还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吗 冷静一点想清楚了 你现在离婚就是一无所有 你现在 已经不是刚刚进入社会的 那个猫头小活子了 你真的甘心 一穷二百地从头开始吗 我从来 就没有那么清醒过 你这样 我 із你 但我不会 我的小孩 留言 你 你leton 你 尤其是我 你能够 丑丑 你下班了 我这几天就没去上过班 怎么 你也没去上班啊 我最近吧 又去坐那个高空保洁去了 你这身体行吗 还行 我觉得最近精神好多了 我要带白步棋 去他爸爸的老家住上一段时间 林总之前不放心你 过来看看 买了点东西给童子 看你 快进来坐吧 来 快进来坐 童子在家 他上一家公司打工去了 你别麻烦了 没事 喝点微豆汤 他昨天还说在微博上 知什么 知什么微博 我不懂 给我 交给我一千块钱呢 孩子出现了 能赚钱了 行啊 他能赚钱啊 你就别做那么危险的工作 在家好好养病是真的 我都跟童童跟老张说好了 等童童录取通知书下来 我就看病去 你这么想啊 就对了 人家童童说的对啊 三年之后 医学说不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退一万不讲 就算治不好 也可以延长寿命嘛 这两万块钱你先拿去 把手术给做了 初初 你这是干什么 你拿回去 宁嫂啊 你听我说 我没有太多的钱 就这些了 你呢 好好治病 童童现在有能力了 将来呀 他一定能还给我的 初初 你知道我脾气了 这钱我不能要 不拿回去 你怎么那么倔难 让你拿着就拿着 你别喝起酒这些 快点拿着 宁嫂 刘主任 您又亲自来了 快 快请进 好好好 快 快坐 快请您坐 初初在哪儿 您坐 喝点雷豆汤 宁嫂 这不要麻烦了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 这个社区呢 啵嗦繁衣的家庭状况 组织上非常重视 我看你呀 还是尽早把这个 低包手续都办了 刘主任 钱是不多 但是呢 对你生活呢 总有些帮助吧 对吧 刘主任 你先不要推辞啊 还有个事 是好事 组织上呢 经过严肃的研究呢 决定呢 把你的家庭状况 向我们的上级领导部门呢 打个报告 给你办一个 这个医疗的补助 你看你这个 失业保险 缴纳年限不长吧 有了这个医疗补助呢 可以多多少少呢 补贴一点 你医疗费的问题 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文件 和资料啊 都带来 你呀 把这个表贴了 我带回去以后呢 剩下的事 我们替你办 好吧 刘主任啊 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您嫂赶快把那表添了吧 多好啊 刘主任 我谢谢领导和街坊 对我的关心 但这个好处 我真不能要 哎呀 邀请了这个医疗补助的人很多 但是呢 大部分人呢 对的条件都不够 这次呢 我们是称心施意地来帮你忙 我谢谢你们对我的好意 这份心我领了 但这好处我真不能要 哎呀 你呀 宁嫂啊 不再考虑考虑吗 你看啊 你应该这么想 你现在接受大家对你的帮助 其实是为了让童图安心地念大学 为了让他在将来的社会上 做出更大的贡献 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 可我自己的情况我最清楚了 我就是个快死的人 就算是你们把这些好处都给了我 那也打不住阎王爷来收我呀 肯定还有人更需要这个东西 你们还是给别人的 你说你不为你自己想 你就不为童童想想 楚楚 刘主任 我谢谢你的好意 可我有我做人的原则 我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我就会靠我自己劳动吃饭的 我也希望这么告诉童童 我希望她将来也这么做人 刘主任这样吧 低保我可能用不上 你了不住我考虑考虑 林宇 我们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让这一切过去好不好 老公 你别走 露露 我们很久没有聊聊天 说说事情了 我们 就好好谈谈吧 好 露露露 露露 跟我在一起 我没能给你幸福 也无法给你安全感 对不起 不不不 老公 我知道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那样 告诉我不好 结婚的时候啊 我给你好多的承诺 可是现在想想 我也好多都没有做到 原本想 最起码 能够陪你一起走到最后 我先动 不应该 我们正在起床 再复